华林市与日本云纳国庭缔结结面是已经超过了41年 而为了商讨两地之间高速交通船试航的相关事宜 市长维加医院5号下午 特别和云纳国庭厅长细数建议来进行视讯交流会议 期盼往后透过高速船的直航 能深化两地之间的观光旅游文化艺术等等 更成为城市间互动交流的全新里程碑 华林市与日本云纳国庭地结结妹市已经长达41年 为了加深两地之间的交流 5号下午华林市长维加燕特别和云纳国庭长秘宿建议 进行视讯交流会议 希望能商讨两地之间高速交通船试航的相关事宜 那在这边也希望未来万一直航可以的话 我们也希望说更能够增进我们两地的居民的一个情感 也可以成为我们华林观光的一个大的一个亮点 那我想40周年了 那也希望说让我们华林的市民更了解云纳国庭 那也让云纳国庭的人可以更来华林 能够更了解华林 那未来是不是可以做一致性或是长期的这样直航的评估 我们目前还在计划当中 台湾和日本云纳国庭最近的距离仅仅只有111公里 不过在交通上却是困难重重 期盼往后透过高速船直航 能深化两地之间的观光旅游文化艺术等等 更成为城市间互动交流的全新里程碑 记者 许立琴 华林市报道